今天营地又热那了 这些该回来的也都坏了 大通锅也拿下了 准备晚上涮大通锅 这大通锅我房车一直拉着嘞 这次上海南没拉 今天看看啊 看看这 这是石家庄苏远 咱们自己的房车营地 这两天比较啥 比较忙 也没顾上发视频 这个赵哥的车也回来了 现在石家庄属于驿站行的 你也就是在这路过一下 现在石家庄晚上有点冷了 在十一二度 晚上可能还都到不了了 现在咱们这儿 今天下午又有几个车也过来了 他们也是往海南走 参加海南的营地游 然后这几天就出发了 我曾经拥有过两样这个 山东的山野特 这头十年用过的房车 山东的山野特 这个它早就停产了 然后这个是 大土豪赵哥的 它这个前面这个 450啊非常好 是叫什么国王牧场版 这个车还是给说说 还国内还很少的 V8柴油 这个后边是个11米5的 量时量厅的 双轴 这个车 不但需要金钱 你还得需要技术 没技术你还玩不了 出去了些天才回来 昨天晚上才回来 我也是这几天准备就往海南走了 飞回来的嘛 这个车也是它的 这个车是一个搬家工 这个车可以把轿车 挺或者摩擦 UTV摩擦都可以 直接从后门 它这后门可以整个打开 现在这种车国内还没有 特意就为这种生产 这种搬家工的 这个也需要一定的技术 这个后面盖 你看整个可以下来 下来以后车能直接开进去 对这个配重啊 然后又是悬挂的床 现在这 这其实这两天拍片 这块挺好 秋色正农啊 然后那个是叫什么 户外廊 不是 那个是 凝城的二哥 我的老乡 咱们这可以改装升级 都可以过来 现在也顾不上 这是下灯前比较休闲的地方 其实我出去挺想这儿的 这个是这二哥的车 上海永久啊 挺讲义的 他想把备胎改出来 他改给折腾折腾 想让备胎折腾出来 这个我这营地车 昨天装了个燃油暖风 就这样吧 白白了白白了 没事过来啊 海南营地游 报名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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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